当82岁父亲面临轮流养老 而你默不作声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今年58岁 在市里的一家国有企业上班 我还有两年才能退休 我有两个妹妹 大妹妹在另一个城市工作 二妹妹在县城生活 我的老家是农村的 我的父母是农村的 父母一直生活在乡下 在那个不到五百人的小村庄里 他们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过着悠然自得的田园生 村子虽然小 但是离县城很近 父母经常把菜园里吃不了的青菜 用三轮车带着去县城里卖 母亲在68岁那年 一场意外事故让促然离世 从此 父亲就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生活在村子里 我也曾把父亲接到城市里来生活 但是父亲来到我们家以后 他非常拘束 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 他不习惯使用马桶 经常忘了放水冲马桶 虽然我们从来不会责怪他 但是他自己就觉得做错了是一般 父亲也不会使用燃气 甚至也不会使用我们家的电视 我教过他多次 但是人年纪大了 总是记不住 父亲在我家住了不到三个月 就不顾我们的劝阻 坚决地回到了那个小村子里 从那以后 我的两个妹妹接他去城里的时候 他说什么也不去了 父亲非常勤劳 母亲去世后 他一直坚持种菜园 每当我们回去的时候 他就把青菜拔来洗干净晾干 让我们带回城里 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都齐聚在父亲的小院里 陪着父亲过节 可是那年夏天 二妹妹突然心脏病发作 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让父亲一下子垮了 父亲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他想念远去的女儿 也非常牵挂女儿家 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当时 我二妹妹家的儿子正在读高中 女儿读初中 两个孩子正是需要母亲的时候 可是我妹妹却离开了深爱的儿女 二妹妹家的这两个孩子 都是由我父母帮着带大的 那时候 我妹妹在工厂里上班时间比较紧 她就把两个孩子都送回父母家 我父亲经常用一辆老式自行车 推着俩孩子 前边自行车大梁上一个小座位 坐一个孩子 后座上坐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对老爷的感情特别深 二妹去世后 每当周末的时候 二妹夫带着两个孩子回来看父亲 两个孩子抱着老爷就放声痛哭 二妹夫眼圈通红 在帮着父亲收拾屋子 孩子想念母亲啊 只能在老爷的怀抱里得到暂时的慰藉 在两个孩子的恳求下 父亲去了二妹妹家生活 虽然父亲不适应城里的生活 但是为了两个孩子 他还是打算好好陪着他们长大 孩子放了学 看到老爷的时候 他们的脸上会浮现出一丝笑容 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 母亲的位置暂时由老爷代替了 在二妹妹家里 二妹夫对父亲特别孝敬 每天早晨 父亲起床后 二妹夫总是给父亲用开水泡两个桃酥 让父亲喝上暖暖胃 二妹夫没有正式工作 他就在街上开了一个炒货店 平时卖瓜子 糖果 还卖糖炒栗子 他给父亲做好早饭后 再去开店 中午十一点不太忙的时候 他就回来 赶紧给父亲和孩子们做好午饭 他再回店里忙活 妹夫的炒货店于商业街上 晚上逛街的人比较多 买买好 他回来的时候就得深夜十一点多了 父亲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每晚一直等外孙放学回来 妹妹的儿子读高中 放学回来比较晚 他回来吃一点饭 然后就要学习 父亲一直坐在客厅陪着他 终于 妹妹家的儿子考上了省城的一所 一本院校 父亲长嘘了一口气 孩子考上了好大学 功成名就 他也就放心了 父亲也轻松了一些 他只照顾外孙女就行了 几年过去了 妹妹家的女儿也考上了大学 当两个孩子都去上大学之后 父亲在妹妹家就待不住了 他觉得人年纪大了 处处需要人照顾 太麻烦了 再说女儿已经没了 经常麻烦女婿怎么行呢 在女儿家这些年 父亲名义上是在陪着外孙和外孙女 其实他就是在妹妹家养老 那几年 妹夫的头发都全白了 看上去比十几年龄 老十岁还要多 他照顾老的 还要照顾两个小的 父亲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 他说想回村子里住 我也觉得他一直在麻烦二妹夫 很不好意思 我就提前回老家 把父亲的房子给打扫了一下 通通疯 毕竟好几年家里不住人了 父亲不顾妹夫的劝阻 回到了老家 可是父亲回老家后不久 他的血压身控制不好 得了脑出血 父亲生病住院后 我们没有好意思告诉二妹夫 我和大妹妹请了假 两个人轮流照顾父亲 后来有一天 妹夫回家看望父亲 可是发现家里大门紧锁 他一问邻居才知道 父亲生病住院 已经有一些日子了 他心急如焚 赶紧给我打电话 问父亲住在哪个病房里 这时我才知道瞒不住他了 妹夫知道父亲生病后 他就和我们轮流值班 后来他把自己的炒货店 直接关了门 让我和妹妹都回去上班了 他说他自己的这点小生意 不太要紧 多干天少干天都行 可是我们上班不能经常请假 我和大妹妹非常过意不去 我们每个人拿出了两千块钱补贴他 可是他把钱还给了我们 他说照顾老人也是他的责任 二妹妹虽然不在了 但是他是女婿 相当于儿子了 他忘不了老人对他的好 父亲出院后 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 我和大妹妹都在外地工作 怎么办呢 我们曾经想送父亲去养老院生活 但是父亲说什么也不愿意去 他说离不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家 我们也不能再勉强父亲 后来我们在村子里给父亲找了一个照顾他的人 那个人还是我们的一个远房表哥 这个表哥以前在一个小饭店炒过菜 会做饭 我和妹妹一个月给表哥四千块钱 刚开始表哥拿到四千块钱的时候 很高兴 对父亲照顾得非常上心 晚上也陪着父亲住在这里 可是后来我们却发现 每到农忙的时候 表哥就不见人影了 他给父亲做好饭之后 放在父亲的枕头边 有时候晚上也不过来 没办法 我们只得商量着辞退表哥 可是如果把他辞退了 谁来照顾父亲呢 我们犯了仇 我和父亲商量着 要不我和大妹妹轮流 父亲在我家住半年 去大妹妹家再住半年 可是父亲说自己生活不能自理了 更不想去给我们添麻烦 他腿脚好好的时候都不想在城里生活 如今他天天躺在床上了 更不想去儿女家 因为在乡下 村里一些老伙计还时常过来和父亲聊天 帮他解解闷 要是去了城里 他可真像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样了 他受不了那样的生活 我们也非常理解父亲的想法 我和大妹妹左右为难 怎么办呢 让我和大妹妹回来轮流照顾父亲 也很困难 我还没有退休 不可能经常请假 我妻子在体制内上班 他比我小五岁 也还没有退休 下了班 妻子还得去儿子家帮着亲家带孩子 孩子才一岁多 根本离不开人的照顾 儿子和儿媳妇上班都很忙 经常加班 我们是实在抽不开身 回来照顾父亲 大妹妹也不可能经常回来 她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 还有六七年才能退休 妹夫也是体制内的 也没有退休 我们总不能把工作扔了 回来照顾老人吧 正当我和大妹妹一筹莫展的时候 儿媳妇回来了 她给父亲买了一些营养品和水果点心送回来了 儿媳妇一进门 她放下手里的东西 洗了一把手 马上就来到父亲的床前 一把握住父亲的手 问她这几天身体怎么样了 父亲看到女婿后 她就诉苦 说 我这几天心情很不好 你那个表哥只顾着干家里的活 也不好好照顾我了 我和妹妹相互对望了一眼 我们回来的时候 父亲只告诉我们表哥 对他照顾的不太好 而父亲见到了妹夫以后 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 诉说心里的委屈 很明显 在父亲的心目当中 二妹夫比我和妹妹对他都重要 我很愧疚 我这个当儿子的 做得还不如女婿啊 何况我的妹妹已经远去了 要是放在别人的身上 也许二妹夫就和我们家断了联系呢 但是这些年 她却一直在义无反顾地照顾着老父亲 父亲对妹夫说 我饿了 你去给我煎个荷包蛋吃吧 我就爱吃你煎的荷包蛋 又嫩又滑 非常爽口 而妹夫马上去了厨房 给父亲做了两个荷包蛋 一口一口地为父亲吃下去了 又给父亲喂了几口水 看着二妹夫仔细照顾父亲吃饭 父亲吃得很香甜的样子 我默默地低下了头 平时我不在身边 对父亲根本没有尽到多少孝心 这时候 我们又说起了父亲的养老问题 我和妹妹分别说了自己家的实际情况 既然父亲不愿意跟着我们去城里生活 可是我们也不能经常请假回来照顾父亲 怎么办呢 一下子把我们愁坏了 父亲一听 他直接说 你们都不用回来 你们忙自己的 我一个人躺在这里就行 我们都知道父亲这是说气话 我们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躺在家里呢 我和妹妹都默不作声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二妹夫一直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 他才缓缓地说 爸爸 这样吧 我回去把我的炒货垫关了 以后我回来陪着你生活 父亲的眼睛一亮 他脱口而出说道 太好了 我就盼着你能再跟前照顾我呢 不过父亲马上又说 这样不行啊 我不能再拖累你 那几年我住在你们家 已经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了 再说你要是把炒货垫关了 以后靠什么生活呀 妹夫说 爸爸 你不用担心 这几年我累死累活 也挣了一些钱 有了一些积蓄 暂时是没有问题的 凡事有个轻重缓急 现在你没人照顾 这是很急迫的一件事 我哥哥和姐姐都要上班 不能回来照顾你 我不能做事不管啊 妹夫的话 让父亲老累纵横 他握着妹夫的手 一句话都说不出 我和妹妹悄悄商量了一下 我们决定以后我们每个人给妹夫两千块钱 这样他一个月就能有四千块钱的收入了 就这样 妹夫搬过来了 他和父亲住在一起 天天细心地照顾着老父亲 在妹夫的照顾下 父亲的身体一天好起几天 脸色也比以前红润了很多 天气好的时候 妹夫就把父亲抱到院子里晒会太阳 或者让父亲坐在轮椅上 他推着父亲去街上转转 和那些街坊邻居们聊聊天 姐姐们 由于我们的小村子紧靠县城 离县城只有不到十里路 家里缺什么东西的时候 妹夫就骑着摩托车去了县城里 很快就能买回来了 非常方便 如果父亲不舒服的时候 妹夫雇个车就拉着父亲去了县医院看病 家里有了妹夫 让我们非常放心 几年后 我们的村庄突然面临整体搬迁 我们家里还有一座老宅子 一下子赔偿了五十万块钱 还有一套楼房 当时下通知搬村庄的时候 新的楼房还没有盖起来 父亲就跟着妹夫去了她家住 补偿款领到之后 父亲把我和大妹妹都叫了回来 他问我们对这笔钱有什么打算 说实话 我和大妹妹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但是我们兄妹两个 对补偿款都没有打一分钱的谱 我们觉得这笔钱应该用于父亲的养老 父亲问我对这笔钱的打算的时候 我直接说了 爸爸 我们听你的安排 你还健在 你说怎么花就怎么花 这时父亲缓缓地说 我是这样打算的 这五十万块钱 我想给你们每一家十万块钱 其余的这二十万留给我 以后生病住院用的 我百年之后 如果这些钱用不了 我打算留给你二妹夫 这些年她照顾我很不容易 我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我相信以后我把钱给她 你们也不会有意见 我连忙说 爸爸 你这个打算非常好 我和大妹妹远离家乡都不能照顾你 全靠二妹夫一个人照顾你 她付出的太多了 二妹妹又没有了 她的心里非常痛苦 她能做到这些太不容易了 我和大妹妹已经说好了 补偿款我们一分钱都不要 大妹妹告诉父亲 爸爸 新房下来以后 我建议你不要过去住了 因为二妹妹家的儿子 已经在县城上班了 但是买不起房子 女朋友谈了好几年了 还没有结婚 如果把这套楼房给二妹妹家的儿子 那就太好了 一下子解决了他们家的大困难 父亲听到女儿这么说 他长舒了一口气说 我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想把房子给外孙 但是 我又担心你们不同意 造成家庭矛盾 没想到你和你哥这么通情达理 而又大度 现在我住的这座房子在一楼 我坐着轮椅出去也很方便 以后 我就在这里常住了 把这里当成家 听到这里 二妹夫非常感动 她的眼圈都红了 她在忙活着给大家做饭吃 吃饭的时候 妹夫说 其实我没有你们说得那么好 我之所以照顾咱爸 就是觉得孩子小的时候 都是咱爸和咱妈帮着拉扯大的 我不能忘了这份恩情 再说 孩子的母亲走了 我得代替她尽到孝心 这些年 你们都这么有情有义 没拿我当外人 对我没有二心 现在又把房子给我儿子 我一辈子也难以报答这份恩情 我只能尽我的努力 好好孝敬老人 你们能把新楼房 给我儿子当婚房 那太好了 但是爸爸的这些补偿款 我是一分不能要了 因为平时你们都给我工资了 一个月四千块钱也不少了 人不能贪得无厌 我心里有数 父亲说 你不用推辞了 我自己的财产我做主 而且 你哥哥姐姐都同意把这些钱给你们 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 这些年 父亲的身体不能自理 如果雇24小时护工的话 一天就得三四百块钱 一年下来就是十好几万 妹夫独自一人照顾父亲好多年了 她所付出的劳动完全能值这几十万块钱的补偿费 好人好报 在我们无法回来照顾父亲的时候 二妹夫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 她应该得到这些财产 你们说 我做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